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老金流水族 下面开始一场朴实无华的喂食 同小伙伴也问啊 就是我养的龙鱼都喂什么 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基本保证一个丰富吧 里边有这个虾 有泥鱼段 还有就是那种山根鱼 东北叫老头鱼 其实喂活食也是可以的 我也就是家里没有什么地方养了 喂活食的观赏度还是非常高的 你看这些小鱼非常的有意思 它致死的时候都在吞别的小鱼 咱们给它拿出来看一下 是不是一只小鱼 好像也是它的同类吧应该 好了 再塞回去吧 这个谁吃了就是双重营养 咱们接着来说这喂活食的事 首先说喂活食观赏度很高 而且这个活食里带有的活性酶 是所有冻饲料 还有一些干饲料所不具有的 再有就是你喂活食的话 你这个需要有一个饲料缸 还有就是保证一个 你这活体饲料的一个健康 不过话说这几天养这个双冠蜥蜴 倒是有一点好处 就双冠蜥蜴 所以我得需要吃这个昆虫 养一些这个昆虫 有时候喂的鱼也挺有意思的 关于小鱼的这个喂食 就要比大鱼更要精细一些 体型太大的饲料不要给它 你看我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操作 它这个抢到这个食物之后呢 疯狂地吞咽了几下 小鱼嘛竟然让它吃一些 它一口就能吞下去的东西 过度的咀嚼容易造成痘罪 这个鱼最近非常状态好 抢东西的时候又创了一下 刚老猛了 到这条鱼这个体型的时候 吃一些大的东西 到就还可以了 就是喂食的一个核心 就是丰富 不单一的去喂某种饲料 这样的话营养也好 它状态也好 井合作季 Tank 菊 杀